我父親的血 應該留在沙場上 我父親應該在戰場上戰死 但是我父親 在白色恐怖中 互導隊自己的同胞群組織 比友邦將軍他另外兩位弟弟 也是在抗日的時候 因為抗日而死去 這個家族也見證了台灣的歷史 一個民主的進程 擔任包揚力 一張遲來的包揚令 李家仁等了50個年頭 這50年來 顏秀峰四處奔走 智力平反 最終也離開了 這張桌子 就是我父親抗日的名牙 當時參加台灣文化學會 我父親就從這時候開始 操作抗日的工作 就在父親李友邦 90年前曾經秘密開會 起義抗日的桌前 話講得雲淡風輕 卻是歷經刻骨的痛 才能走出 盧州李家是日治時代的旺族 李友邦是第五代 少年時期加入由蔣貴水 林憲堂創建的台灣文化協會 李家大宅成為新思想集會結社的地方 1939年 李友邦成立台灣義勇隊 這是台灣人第一個 參與中國抗日戰爭的五中隊伍 戰場上 台灣來的盧州小子 結識了杭州女兒顏秀峰 烽火紛亂中並肩作戰 兩人相知相戀 繼而結婚 兩人抗戰勝利後 在那個白色恐怖陰影籠罩的年代 儘管李友邦官拜中將之後 更擔任在台灣省國民黨部副主委 但兩度被構陷入獄 第一次由妻子拼死營救 第二次卻是逃不了的死劫 李友邦被以匪諜叛亂罪被捕 當時妻子顏秀峰也身陷冤勞 一個為國家一血奮戰的台籍抗日名將 就將不明不白成為槍下冤魂 兩年以後我母親才知道 我父親犧牲掉了 我母親當時在獄中 我母親出來以後 她講了八個字 她說相逢沙場 就跟我父親相逢沙場 死別冤獄 我就問她 我說爸爸呢 我氣啊 從小孩子的嘴巴才知道 四五年的這個老年 我也沒有掉空 我想我的年代大概已經乾掉 當我去月的時候 我走到門口 我就知道我已經嫁破了 乾掉了淚 哽在心裡生落了結 中期醫生顏秀峰都在幫李友邦平反 馬英九總統年年來看李家遺雙 為歷史的悲劇 向受難者後代道歉 李家將爐中1200瓶的組措 市值10億的大宅院 就給國家定為三級古蹟 近年轉型抓舟活動 因此更多人來訪 更多人穿梭古宅中 看著李友邦抗日史 提醒世人別忘記這一段 用生命換來的血淚歷史 我母親一直說 要將我父親 傳一個歷史上的工廠 所以她不接受這個平台 一個大時代的悲劇 一段台灣歷史 民主演進的過程 昔日的大宅院恩怨非世 留下來的後代 要跟記取歷史的 鮮鬧教訓 舉辦新聞中間林頌平 台北採訪報道